之前曾经在Vogue的网站上面写过一篇凡士林的文章 得到蛮多粉丝的回响 那我们在Vogue的脸书也进行了一个大调查 其实大家真的对凡士林都很好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解答一些凡士林的问题吧 第一题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凡士林是怎么来的 是天然的产品吗 其实凡士林是由石油精炼出来的 所以它算是天然的产品哦 然后呢其实石油精炼过后 它其实会有三种的产物 像是会有油 有辣 有膏 那凡士林其实就是属于辣的一种 所以它是天然的成分 第二题是什么呢 就是凡士林应该怎么选择 我应该要选择黄色的凡士林 还是白色的凡士林 其实这一题一丢出来 大家应该也觉得很多黑人问号 原来凡士林还有分颜色 有分黄色跟白色 其实是有的 大部分的我们在市面上面看到的凡士林啊 可能都是偏一点点淡淡的黄色 其实我手边这三款 是属于蠢化程度很高的白色凡士林 那虫化程度比较高的凡士林 为什么比较好 因为它比较稳定 没有添加其他的成分 涂在皮肤上面 就不会跟其他的化学成分 发生一些反应作用 那所以如果皮肤有状况的话 单纯擦白色的凡士林 就比较有帮助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到底凡士林应该怎么用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夏天啊 或者是你的皮肤蛮油的 其实有没有什么状况 凡士林基本上是用不到 你就是把它放着备用就好 那凡士林什么人最爱用呢 就是皮肤比较干 比较薄 或者是冬天 当你的皮肤被风吹到很敏感 然后就是纹路啊 或是红肿 干燥脱屑 凡士林就是最好用的 像邓子奇就有一个凡士林的后敷法 在那个小红书也是风传 然后呢也是解救了他那个被冷风吹过 那种很干燥的皮肤 那他是怎么做呢 他就准备了一个纱布跟水跟凡士林 那他先把 他是基本上呢他是先把脸打湿 之后呢他就在脸上擦了一层凡士林 后敷凡士林之后呢 他就把纱布盖上去 大概等等等等等了 大概30分钟就把纱布拿下来 然后再把纱布 轻轻把一些多余的凡士林擦掉 他这样连续做了大概几天吧 他的皮肤又像回到婴儿般的那种嫩肌 所以凡士林啊真的是皮肤急救的好朋友哦 第四个问题大家很好奇的是 凡士林会不会阻塞毛孔啊 因为他看起来这么的油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先了解 凡士林他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然后网路上有人在说 凡士林是不是可以去黑头粉刺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其实凡士林他其实是当成皮肤的一个保护层 就是保护你皮肤不要受到外面一些环境啊 一些刺激的干扰 所以不会进入毛细孔帮你治疗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不对的 网路上面是错的 那又有人问说凡士林这么厚这么油 适不适合涂眼周 其实我问过医生是很适合的哦 因为它其实是很单纯 很纯净的一个成分 然后如果你的眼周皮肤很干 或者是有受伤 其实薄薄铺一层凡士林 是帮你保护皮肤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一题啊 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题 就是敏感肌或者是一般肌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凡士林 其实我这边啊有推荐了三瓶凡士林 其实也不是我推荐的啊 也是一个皮肤科医师 他大力推荐的 那其实市面上最常见的凡士林 就是这个凡士林这个牌子 它是三重精炼凡士林 那纯度也是百分之百 所以也是到处都买得到的凡士林 那另外网路上面也有人推荐这个 王族凡士林 它也是属于百分之百的凡士林 不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那它其实上面也有写baby 就是如果你有生baby的话 baby如果有红屁股啊 或者是苹果脸啊 就是皮肤很薄 需要油脂保护它 其实擦这个也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皮肤科医师推荐 小股大碗就是这么大一瓶 其实你看跟别人比较起来 它真的大概多一倍吧 它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纯凡士林 其实凡士林还有一个妙用 就是在可以卸妆 对其实如果你要去买那个很贵的卸妆油 其实你选择这种凡士林也可以 不过因为它其实在台湾的气候 凡士林有点厚重 如果你要卸整脸的话 有点困难啦 如果我觉得你如果是眼部的彩妆 或是唇部的彩妆 其实用这个大罐的凡士林来卸 也可以卸得很干净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保养问题 彩妆问题 欢迎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回答你喔